你最近是不是有面临脑筋迟钝 疲倦无力 头发越掉越多 甚至是体重可能一个月胖 5-6公斤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有焦虑恐慌发作呢 当心你可能不只是因为工作疲劳 更年期也在提早报告了 大家好我是文青 那么这一期我们来谈谈 更年期提早的一个问题 一般上来说呢 女性的更年期症状呢 就会比男性来的明显 40岁开始我们的体内的那个卵巢功能呢 就会逐渐的衰退 那50岁后呢 激素呢 特别是此激素分泌不足又不稳定 就会造成月经不规律 最终完全停静 那么漫长的更年期 短则2-3年 长则可以高达10-15年之久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她们不到40岁就开始出现月经过少 或者是停经超过4个月 然后去抽血后发现 卵巢早衰 不只是无卵可用 生育较为困难 也会提早面临更年期的一个问题 那从家族的遗传 环境荷尔蒙 空气还有饮食的污染 到甲状腺疾病 金钱症候群 产后忧虑 焦虑等等的 都会造成更年期的症状提早的出现 根据统计呢 有1%的女性呢 不到40岁就经历过早性的更年期 有5%的女性在40-45岁早期更年期 而一般更年期的年龄呢 就会在45-55岁之间发生的 只要一整年月经都没有来 并且排除怀孕 乳癌或者是假装性功能抗净 等等的状况呢 就是进入更年期了 那每一个人的更年期的 时辰的样貌都不一样 热潮红 皮肤老化 掉发 性欲降低等等的 都是一些常见的症状 那加上失眠 倦怠 发胖 然后一些好像恐慌症发作 之类的一些心血管收缩的症状呢 都让很多的女性呢 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 更年期后呢 女性患上母 一些疾病的风险呢 也会增加 包括心血管疾病 那因为我们荷尔蒙 比如说磁激素 它会维持 好的一个胆固醇 降低坏的胆固醇 那它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呢 保持在一个有弹性 然后也会增加血流 降低血管压力 因此呢 当我们的体内的那个 磁激素降低的时候呢 就会增加心脏疾病的一些风险了 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症 磁激素下降呢 就会导致骨骼变得脆弱 还有变得易碎 从而增加骨折的风险 在绝境后的最初几年呢 女性可能会 顺速的去失去我们的骨密度 从而增加 换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尿失禁 因为我们的阴道 还有尿道组织呢 失去弹性 那女性很可能就会出现 平凡突然 强烈的排尿的冲动 那随后呢 就会出现不自主的一个尿失禁 或者是 也有一些女性呢 会因为咳嗽 大笑 或者是举重 而导致的一些尿失禁的问题 而且 这也可能会导致 这些女性呢 更容易的患有尿路感染的一些状况 更年期的女性的体重增加呢 就比较明显 那这是因为 我们新陈代谢变慢了 那许多女性在更年期后呢 就会体重增加 并且更难的维持体重的 另外呢 荷尔蒙呢 也扮演着稳定情绪的角色 它可以帮助我们抑制 交感神经 可是若是我们的荷尔蒙分泌下降的话呢 就会引起 负交感神经的一些异常 就比较容易有较大的一些心情的起伏 尤其是 40到45岁之间 更年期来的一些女性呢 荷尔蒙呢 它不足以 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作下呢 这我们就应该要 适当的去调理荷尔蒙了 而改善生活习惯呢 将有帮助于平衡荷尔蒙 大大减少我们更年期的一些不愉快的症状 首先呢 我们就要有规律的作息还有运动 压力呢 是造成荷尔蒙失调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要维持规律的作息 多多的运动呢 就有帮助于疏解压力 避免荷尔蒙失衡 那运动呢 还能够使到我们的脑内肺的提升 它的分泌 那帮助我们开心的一个能量 如果说我们每一天能够做 30分钟的一些有氧的运动呢 配搭一些激励的训练的话呢 还可以提升肌肉量 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 再来呢 就是要远离环境荷尔蒙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环境荷尔蒙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 根据统计呢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平均会接触 大概60到100种的环境荷尔蒙 比如说农药 重金属 清洁剂 塑化剂等等呢 这些都有环境荷尔蒙 那经常接触这些环境荷尔蒙呢 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荷尔蒙失衡 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呢 可是不小的 所以我们建议呢 应该要尽量的避免使用 还有就是要适当的调理我们体内的荷尔蒙 来帮助改善更年期的症状 补充荷尔蒙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可以选择合适和安全的方式 来让我们体内的荷尔蒙补充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使用任何的补充法之前呢 我们首先一定要先搞清楚 它的好处 还有它的风险 我们需要谨慎的去评估 我们个人的状况 再考虑是否去使用这些方法的 那目前呢 在市面上我们常见的一些 荷尔蒙补充疗法呢 来源大致上可以分为人工合成的 动物性的 植物性的 还有自体性的 人工合成的 就是通过人工 还有一些医生的药物来补充的 但是荷尔蒙替代疗法呢 是我们近代医学 可以说是最有争议性的话题之一 那我们可能会担心 长期使用后 会不会对健康带来一些伤害 是否会提高我们患上子宫癌 或者是乳癌的可能呢 所以一般医生呢 大多会建议采取一些短期的一些疗程 那而且这个 这是荷尔蒙替代疗法呢 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 还有根茎下进行的 动物性的荷尔蒙疗法呢 就是通过服用 或者是注射那些动物的一些胎盘素 比如说阳胎素 露胎素等等的 来补充我们的人体荷尔蒙 而达到一些回春的一个目的 可是呢注射胎盘素呢 在马来西亚并不合法 这种疗法呢 有病毒感染 排射的一些危险 甚至是呢就有一些致癌的风险 所以这种疗法呢 也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特别是对一些 体质可能比较敏感的人呢 他很容易就产生一些抗体 还有就是过敏的现象 尤其是当过多的荷尔蒙 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呢 会造成一些内分泌 还有免疫系统的一些紊乱的 植物性荷尔蒙疗法呢 就是补充我们植物性的一些荷尔蒙 那在我们的植物当中 比如说大豆 还有一些另外的植物呢 就含有一些和女性荷尔蒙结构 类似的天然化合物 比如说义黄铜 另外 例如说月间草啊 当归啊 人参 甘草 山药 牛蒙 蜂黄酱等等的 也都含有植物性的荷尔蒙 但是呢 因为植物性荷尔蒙的含量呢 相对的就比较低 所以它的疗效呢 也就不大了 而肢体荷尔蒙疗法呢 就是通过激活我们人体本身的腺体 来恢复我们人体自身荷尔蒙平衡 分泌的一种方法 我们人类原本就有治愈能力的 那荷尔蒙的分泌不足呢 就跟我们的腺体的功能退化有关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呢 去激活我们的腺体 让腺体能够再次的正常运作 荷尔蒙的分泌呢 就能够平衡了 那自体荷尔蒙疗法的运作概念呢 就是为我们身体提供一种荷尔蒙的前驱物 让我们的身体自己来依照一些我们身体的需要 自行分泌各类的荷尔蒙来调理我们全身的内分泌系统 欧美丽的Eva Cream呢 就采用精疲技术 将低微草的有效成分 属于造肝源 经由皮肤吸收 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作为转化为荷尔蒙的前驱物 然后根据身体内内分泌系统的状况呢 来刺激我们各个腺体 来自体的产生荷尔蒙 维持体内荷尔蒙的平衡状态 那Eva Cream呢 就含有四大主要成分 其中的低微草呢 就采用独特的45天低温 发酵的生剂制成 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 转化为荷尔蒙的一些前驱物 帮助调理生理机能 有效的能够去舒缓 荷尔蒙失调 还有更年期的一些症状 葡萄籽萃取呢 就含有强力的抗氧化功能 它能够帮助去除自由基 所以对于能够保持年轻状态 降低炎症反应方面 十分的重要 而且有利于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翠叶如晦的滋润功效呢 就能够有效的使到产品的成分呢 可以进入我们的皮肤毛孔 能够快速的被吸收 发挥产品的最大效能 而葵花籽精华油呢 就能够把低微草精华 还有葡萄籽萃取 这两大主要成分包裹成微胶囊 使到产品能够更加轻易的 融入到我们皮肤的角质层 再有微血管能够把有效的成分 带到我们全身的渗体 去制造自体荷尔蒙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目前也是因为身体内分泌 或者是荷尔蒙系统失调 而饱受健康的问题困扰的话呢 那么Eva Cream就可以作为 改善你健康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谢谢大家